根管治疗就是俗称的抽神经 当我们的牙齿神经坏死之后 就需要将这个神经和血管组织移除掉 不适合做根管治疗的牙齿包括 这些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会需要先评估过 适不适合再进行根管治疗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彦卢医师 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跟大家介绍根管治疗 根管治疗就是抽神经吗 当医生说这颗牙齿需要做根管治疗 难道牙齿就没救了吗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破除迷思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牙齿的构造 我们看到的牙齿其实都是在上面的部分 牙齿的内部还有分牙髓腔和神经管 那在牙齿的下沉呢 也有齿槽骨去包覆着牙齿 当牙齿因为牙髓发炎 造成神经坏死的时候 就需要做根管治疗 常见牙髓坏死的原因有几项 包括深度蛀芽 牙齿因为严重的牙周病而造成摇晃 还有呢就是牙齿因为可能外伤和磨耗的原因 造成牙齿的受损 这些就需要做根管治疗 任由牙髓发炎坏死的话 牙齿可能会有不同的症状 当急性发炎的时候 牙齿可能会有自发性疼痛 敲痛咬痛一碰就痛的症状 对冷热也会比较敏感 但是当牙齿里面的神经坏死到某个程度之后 可能也会造成牙齿肿胀 或者是牙齿周围会有一个浓包的产生 更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产生荒荒性组织炎 让整个脸都会肿起来 根管治疗就是俗称的抽神经 当我们的牙齿神经坏死之后 就需要将这个神经和血管组织移除掉 根管治疗的流程就是在牙齿的灌部咬合面开一个洞 再从这个洞往下将牙齿里面的神经管逐一的找到 并且扩大和清洁干净 那都清洁干净之后 我们会再用牙科的药物把它整个充填起来 达到一个无菌的效果 避免细菌再跑进去造成感染 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根管治疗了 想象我们的牙齿有多小 里面的神经就又再更小了 早期当医师只能透过肉眼 还有牙科的座椅灯操作的时候 其实很多状况是在牙齿没有办法 完成根管治疗就会被拔除的 现在有了显微镜 显微的设备 以及各种超音波的器械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更大更清楚的视野底下 去操作根管治疗 并且也可以在尽量修膜量最少的方式 去保留牙齿的结构 当医师判定这颗牙齿需要做显微根管治疗的话 其实很大的可能性是这颗牙齿的形态很复杂 它可能里面有多条的神经管 或者是牙齿里面有神经钙化的状况 那神经钙化的原因有很多 有可能是因为长期发炎 或者是饮食习惯 药物和老化 都会导致牙齿里面的神经管钙化 这些都需要医师在显微镜的视野底下逐一的检视 小心耐心的移除感染源才能够把根管治疗完成 根管治疗会因为治疗的难易度 而有疗程和次数的不同 我们通常一次的疗程大概是50分钟到1小时 那如果是一般单纯的状况 通常回诊一到两次就可以完成根管治疗 那像刚刚讲到的一些神经管钙化啦 或者是重新再治疗的情况 这些属于难症就会需要比较多次的回诊 当我们牙齿的根管治疗完成之后 牙齿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发炎 和内部有一些压力 所以通常我们在根管治疗完成之后 还会在约整2到4周的时间 再回来追踪观察 不适合做根管治疗的牙齿 包括牙齿可能本身已经裂掉了 还有一些状况是牙齿因为牙周病 本身已经摇摇晃晃 牙齿因为蛀牙或者是外伤的关系 缺损过大 那其他还有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是像病患可能嘴巴张开的程度就是很小 以至于我们的气线没有办法放进去太久 这些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会需要先评估过 适不适合再进行根管治疗 根管治疗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 根管治疗的疗程时间都会比较长 所以都会建议 病人在做根管治疗之前 都可以先去一下洗手间 回去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 那通常我们会被一些止痛药 当回去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吃 在疗程与疗程当中呢 如果吃硬的或黏的 比较可能会造成暂时的填充物脱落的情况 那在术后的部分 因为根管治疗过的牙齿 本身可能会变得比较脆弱 我们可能就会建议要用一个牙套 把它包覆起来 定期的回诊 以及保养清洁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子才能够维护我们的口腔卫生 肝管治疗就是俗称的抽神经 当... 诶? 再一次 就是这边痛就这边做 这边痛就这边做 可是其实是应该要 就是全面都看了之后再做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喔